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简单的小点心做法 南瓜团子和紫薯团子 纯天然,无任何添加 颜色非常的漂亮,口感软软糯糯的 准备好真熟的南瓜泥,杏砂糖,以及糯米粉 这里我用的是贝贝南瓜 它的含水量会比较低一点 如果说用那种老南瓜含水量高的 我们就可以后面不需要加淡奶油 加一点淡奶油呢 主要也是用来调节它的一个稀稠程度 这些材料呢,放在一起给它们捏一捏 搅和均匀就可以了 面团的最终状态是非常容易结团,不易散开 紫薯的操作步骤也是一样的 就是不知道大家是比较喜欢南瓜的口味呢 还是比较喜欢紫薯的口味呢 这款小点心呢,材料简单,做法也简单 我放置了两天,柔软度也还是非常不错 做好的面团,我们可以给它随意塑形 但是呢,不要搓得太大一个,会比较难烤熟 还有一点就是每一个面团的大小尽量保持一致 我是比较喜欢先给它们搓成一个长条 然后再切成一段一段 搓成圆球,或者是不搓也可以直接去进行烘烤 造型这个方面就看个人习惯了 还可以给它做成紫薯和南瓜混色的 每一个团子都搓好了,准备进行烘烤 烘烤的参烤温度上下火180度,时间10分钟 烘烤时间不要太久,太久的话表皮容易变厚,发干 我是千千,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视频再见